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re taking a position here and are calling attention to our plight would awaken other nations in terms of the potential threat that this may have in terms of their own interests. So let's shift to this year to the Scarborough Shoal or to the Bajo de Masinloc. We had intercepted several Chinese fishing vessels and we found out that well with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in Bajo de Masinloc, Bajo de Masinloc, let me give you the location, is in Zambales and it is the area of the shoal is about 84, no 124, no 124 nautical miles from Masinloc, the Zambales itself and it is well with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f the Philippines. It's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country and it is about 450 nautical miles from China. When we intercepted the, what they were doing was they were effectively harvesting illegally endangered species. and you're talking about giant clams and other items that are considered endangered. When we tried to do this, there were two Chinese marine surveillance ships that forced themselves between ourselves and the Chinese fishermen that we were trying to apprehend. And so things developed and the bottom line was they were trying to prevent us from enforcing our laws and these laws are obviously governed by our own fisheries code since that is well within our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but it is also covered by 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rading of endangered species. So in preventing our ships from enforcing our laws, they went one step further and they asked us to exit from our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So we had no choice but to take a stand in terms of defending our sovereignty and our sovereign rights. 南海风雨,起仓皇 南海风雨,起仓皇 这就是在黄岩岛对峙中,关键性人物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对于中国的公开指责。 这种责难正把中非关系带入到几十年未遇的深渊。 对峙的情形怎样? 中国是否如菲律宾外长所说已经成为南海一个潜在威胁? 不下南海无以正式听,不实地见证无以变黑白。 敢再休于其前,西下南海就成为我们此行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其实不管从中国或菲律宾方向出发,从某种程度上说性质都是一样的, 都将自己交给了大海。 出海前风险自知文状的签署,成为我们入水前一道必须要完成的程序。 按照渔民的习惯,他们每一次出海之前都要在这张纸上把船上的所有人的名字都记录下来。 这样其实是一方面是为一个记录,另一方面就是说如果海上出现一些任何情况的时候, 方便于在岸上的一个部门能够按照这些名字能够找到他们的家属, 甚至是其他可以联络到的人,那么每一个人都要在上海前面。 苏北河湾距离黄岩岛只有100多海里,那么从这里出发呢,去黄岩岛几乎是整个菲律宾最近的一个点, 那么我们就从这里登船前往黄岩岛,近距离地观测菲律宾的船只怎样和中方的船只进行对峙。 夜海茫茫,整个南海风云变幻莫测,无边无垠的阳面上,无星可批,五月可待,伴随着我们的, 只有阳面上不停的电闪雷鸣和船只马达的轰鸣。 它让人感到自身的渺小,一种对大海的敬畏油然而生。 一夜航行的奖励是在海上观日出,无疑这是一种奇妙的体验,看到过日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日出东边。 天空逐渐放亮,海洋的浩瀚更令人震撼。 我们也渐渐靠近此次对峙的中心地点,黄岩岛。 或许是对峙的发生令菲律宾渔民们不再将黄岩岛海域视为生计的首选补给线。 从菲律宾西海岸到黄岩岛,能目测到的菲律宾渔船须止可数。 不过阳面上,一些体积明显庞大的船只令我们立即警觉。 从苏比克湾出发向西,我们渐渐进入大洋的深处。 一路航行过来,我们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菲律宾的渔船在羊面上捕鱼。 偶尔碰到的零星的船只也只是在靠近菲律宾西海岸的一侧。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航行以后,我们在羊面上,大海的深处发现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一艘船只停泊在羊面上。 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曾经下达过命令下海捕鱼。 我们不知道他们今天停靠在那边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我们此行的目的并不适合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打驾到,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黄岩岛。 离黄岩岛越来越近,海水颜色出现明显变化,游蓝变绿,代表着水深正由深变浅。 我现在的位置就在于东京117度51分,北纬15度07分的羊面上。 那么熟悉这个地理位置坐标的朋友就应该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黄岩岛的海域。 那么在切变海域上呢,现在天气已经是变化多端。 但在天气变化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海间75号船呢,正在黄岩岛的海面上巡视。 在不远处呢,我们同样也看到了海间71号的船只在这里停止。 在黄岩岛海域的菲律宾海岸警卫船,在靠近菲律宾海岸一侧,只保持和中国船只数海里的距离。 双方轻易感知到对方的存在。 而黄岩岛海域海产丰富,水清见底,人在水面上可轻易用肉眼看到这一切。 当然,针对黄岩岛的争执,更有用肉眼看不到的油气资源存在。 菲律宾渔船已经提前进入保养期。 渔民们大部分也已经处于半歇叶状态。 他们眼中的对峙会带来什么后果? 当地政府又给渔民们释放了什么讯息? 从菲律宾一侧观察,别具意义。 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菲律宾西海岸Zimbales省,一个叫马辛洛克镇的渔港。 但是今年4月,因为中非在黄岩岛发生了对峙, 所以这些渔民的出海作业都已经停止了。 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以及当地的政府已经下了一个禁渔令。 从4月15号开始禁止所有的渔船到当地去捕鱼。 所以目前来讲,这些渔民所能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他们的这些渔船停靠在码头,停靠在沙滩上, 抓紧时间来进行一个渔船的修补和修复工作, 希望能够明年的时候能够正常的出海。 对峙局势出现另双方都难以掌控的变化。 不过从传统的渔业上来说,渔民出海是靠海吃海。 但从菲律宾渔民中了解到,在大洋上捕鱼,不管来自哪个国家的渔民, 他们都有自己的生存哲学。 风浪中的渔民,他们的想法朴素得多。 开始在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我们在沙滩在 Kalboro。 只要四年,一年,一年一样,一年了。 这一年, June,我们不能在那里,因为大洋的季度。 我们不能去那里,因为我们的船是很小的,像中国一样的大小的。 小的一样,不能去那里,不能去那里。 不能去那里,不能去那里。 不能去那里的风格和风格和风格和风格。 不能去那里。不能去那里,因为没有水喝的。 没有水喝的? 你必须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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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必须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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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星期。 你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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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因为没有水喝的在 Kalború。 很重要的是水和食物。 他们给了水喝的。 我们把水喝的。 然后我们把水喝的。 这是中国特别人。 然后他们给了我水。 他们给了我水。 或者酒。 底层渔民考虑的更多的是他们的生计。 不过在菲律宾权力最高层来看, 黄岩达的归属属于历史认知问题。 Bajo de Musimlok, 我们要用力。 我们必须要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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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用力。 我们要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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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将会影响我们的友谊和确实的 一旦的关系。 和一国的文化和历史计划 对菲律宾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用力。 随着对质的发酵, 中国在经济领域逐渐收紧了对菲律宾的窗口。 菲律宾的媒体说, 中国正在对菲律宾实施小棒外交, small stick policy。 不过从双方的举动来看, 都不想把路走绝。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头, 我将继续带您关注中非岛争。 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岛主权争议上互不相让, 中国国内民意沸腾,甚至杀生四起。 不过在菲律宾, 当地人普遍认为黄岩岛自古不属于他们。 不过对于南海资源来说, 两国可以共享。 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我们在中国和他们的欲望, 亦太敌生, 不过在河湖市场庖郭, 亦太进行来说行团, 那些农养, 不过分为ое教论党。 不过是毕다는会话来说, 一样说完。 激烈的意义,比较谈论。 200人,在中国的协议中,我们在抗议中抗议中抗议中。 示威者各有表达,不过来参加所谓大规模反华示威的菲律宾人,在实际出席人数上大为缩水。 现场维持秩序和各路媒体人士,似乎在帮助组织者撑场面。 记者所在的位置就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中国驻菲律宾使馆领事部的门口。 那么菲律宾方面今天,菲律宾人在这里举行一个反华的示威游行活动。 那么根据我们的目测,来参加游行的活动差不多是有一二百人, 但是在中间有大量的是来自于菲律宾当地媒体的记者,以及是路过的人。 那么我们跟他们在接触过程当中来参加游行示威的人说, 他们是想来这里的目的,是想对中国说不,但是也有不少人说呢,希望中非之间的争议呢,能够有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My grandparents came from China, my mother was born in China, yeah, I'm sure we can do things peacefully, but they just have to come and talk, you know, yeah, it's for everyone, I mean, who wants to go to war. We're neighbors. We're neighbors, I mean, it's the same, the same race, you know, and we all want to live peacefully. I will honor the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and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with one another. This protest action is not directed against the Chinese people. We have no quarrel with the Chinese people.We are in solidarity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What we are opposing is,what we are opposing are the bullying antics, the militaristic posturing,and the continuing incursion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area. So this protest action is directed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not to aid citizens. 不过针对中国的反对声浪, 虽然示威者做出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区隔, 但毕竟只名道姓反对China。 唐人街华文报纸的标题, 也体现当地华人对局势的高度关注。 在菲律宾生活工作的中国人, 也收到必要的安全警示, 他们的去留直接跟菲律宾局势相联系。 我们是中国人, 如果是打仗还是怎么样说就难听一点的, 我们毕竟也会有影响,生意也不好做。 现在货柜那些问题都比较紧张, 像中国出口到菲律宾的货物都比较紧张, 然后菲律宾出口到我们中国的这些, 像香蕉这些不是都比较困难吗? 货柜整个被退回来吗? 你的生意有影响吗? 多多少少吧,一点点不是很多。 什么影响? 就是货的价格会比较高吗? 因为那个清关的费用会比较高吗? 税收会比较高,所以说价格都会比较高吗? 还有很多人都跑路吗? 现在很多生意都不好做, 有些人都倒闭了,都跑路。 在政治领域无法解套的情况下, 中非在其他领域的交往是否可以和政治分开? 在南海的资源有两国共享, 持有这样想法的菲律宾人也并非绝无仅有。 菲律宾参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李克多认为, 中非关系目前仍可修复, 而在政治外交管道暂时受阻的情况下, 可以启动他所称的商业经济外交。 李克多在菲律宾不是一个普通姓氏, 南海里乐滩在菲律宾叫李克多滩, 名字就来自于李克多这个姓氏。 作为在政界和商界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 他对中非黄岩岛对峙的看法是, 继续搁置主权争议,共享资源。 我认为是否有任何人所副的问题。 我认为是否有任何人所副的问题。 而是否有任何人所副的问题。 它们araxx為云上 中国和南非非非非等 每一个地方都不固定 我对中国政府政府在一定要恢复 我们得上千亿云或云和云云 我们得上千亿云云云云云 我认为我们的同志是建立消费 You have an opportunity here.You have tremendous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Our business interests should not lie only on the South China Sea or i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We could also have business interests in the entire Philippine Sea that is east of the Philippines. There is no claim from China there.There is probably natural resources there too. If we have a good business arrangement, why can't we do it there as well? I think we should start with business and economic diplomacy. Better for the businessmen to talk than the politicians. I suppose we are not fighting over three rocks.We are not fighting over three rocks here. There are probably natural resources there. Who knows a hundred years from today and there are no more natural resources there. I don't think we will fight over the area anyway. So why not benefit from the natural resources today instead of a hundred years from now? There is some effect at the moment but precisely why I am calling for some economic and business diplomacy. Let's get our businessmen to talk. It's affected in certain degree but it could be repaired. It could be repaired and you could have a massive flow of investment on both sides. 即使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出现如今多领域的冷淡关系 和去年阿基诺总统访华期间 与中国领导人之间言欢之词形成巨大反差 当初两国领导人言犹在耳 相信总统先生司法将进一步增进中非传统友谊 促进中非务实合作 把中非战略性合作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如何使中非关系重回正轨? 菲律宾方面的有识之士认为黄岩岛对峙很明显有菲律宾对能源需求的一面 不过菲律宾卷入到中国和美国之间利益博弈中 这对菲律宾来说是一种冒险 但是我估认了它在盘盘 或是在盘盘盘 我们叫它这里 这就是这里 那些菲律宾期望 很大 一种冒险的冒险 一种冒险的冒险 这会超过什么 那些菲律宾有现在 在一个地方叫 Malampaya 很接近 Palawan 而且 Malampaya 是非常重要 现在 不过这些菲律宾 没有那些菲律宾 会不会有没有 货若和沙发 这些菲律 两五个 二五个 零六个 这些菲律宾 也会比较大 可以比较大 所以我认为 那些菲律宾 他们真的想要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在讨论这些东西 他们在讨论这些东西 如果中国人说这些东西也有东西 所以我猜猜有什么样的 这些问题 但 Scarborough came first 基本的解释是 给中国人一个 stake if the Philippines were to fish all get all the fish by itself get all the natural get myself I don't think China will be happy but if you give China a stake like a common quotas fishing zone or a common a share in the investment in exploring then there may be a way out but we're still a long way from that but you could see the outline of how it could possibly be sold in the future the question though is for the two sides to be able to sit down and talk the Philippines has to be careful because you're caught between a treaty ally like the US and a neighbor like China and it's like you're caught between two elephants the African saying is when the two elephants fight they will step on the grass and the Philippines is part of the grass so we have to really be careful in our moves the Philippines side Romana曾经在中国有将近40年的生活和工作经历 他的见地无疑是菲律宾方面值得高度重视 同时也是中国方面需要仔细聆听的声音 他认为在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中菲律宾作为美国盟友的同时 也应该珍惜和中国的友谊 we should be friends we should be allies with the US but we should extend also the hand of friendship to China in other words friends to both powers and enemies towards none now the Philippines has an imbalance we are too much to the side of the US and we don't have good relations I mean the relations have suffered we used to have good relations with China so we have to walk a tight rope now we are we have fallen to the one side we have to regain the balance slowly it will take time 中国和菲律宾都进入休余期 而回绕黄炎岛的争端也暂时进入一个休眠期 休眠只是暂时的平静并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两国都没有能力找到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的情况下 暂时不解决问题似乎也是两国都可以接受的一个默契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时事特区 我是蒋小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